好 中央宣布酒店五天即時請暫停 營業 臺中市更加碼特種行業消費藥材實名制 那麼公布的第一天晚間是否會同警方大陣仗的稽查 像是有圈樓男子在泡三彎輪 看到警方進來呢 馬上變成說自己是有戴口罩的 那麼指標性的海派還有金錢豹酒店呢 則是進入到裡面黑壓壓的一片 確定沒有營業 但是有熟門熟路的老司機說 金錢豹只有一樓跟四樓是歇業的 二三樓是李榮 KTV 酒店小姐目前都轉站關鍵樓層做生意 八大行業實名制第一天 台湾市政府會同警方來到KTV領檢 原警當起了衛教老師宣導再宣導 但也有人乖乖戴上口罩唱歌 業者入口處大多有公告提醒 要求消費者要留下基本資料 不只KTV和夜店連電子遊藝廠也都要如實登記 有三溫暖的客人一度被大陣仗的遠景稽查嚇到 來到酒店大門口直接貼上公告 寫著配合政府防疫即日起暫停營業 海派酒店拉下了鐵門黑鴨鴨一片 位在台灣大道的金錢豹最具指標性的logo也沒開燈 大門口一個員工也沒有 遠景上門全人業者有沒有乖乖配合歇業 但受熟門熟路的老司機透露 金錢包一樓的舞廳還有四樓的酒店目前歇業 但是二三樓是李融KTV登記為視聽娛樂業 因此不在管轄範圍內 酒店小姐通通轉站中間的關鍵樓層 酒店經紀人透露上有政策 他們下有對策 全台陽市450家的十大特種行業 酒店跟舞廳只占了不到十分之一 現階段大部分的酒店小姐轉站其他場所 就算要實施實名制 也總比沒工作收入好 記者胡杰倫 劉建宜 方品文 A3小組 台中報導